刚出道的她算不上特别好看 微微鼓起的颧骨 鼻梁也没那么高挺 有黑的皮肤带着腼腆的笑容 露出一颗可爱的小虎牙 虽称不上完美 但日本人就爱这一位 他们以日本第一美女来称呼她 如今已年过五时 细纹逐渐爬上了双颊 但仍然散发一种时间带来的韵味 她就是日本人心中 永远的偶像 中山梅岁 中山梅岁于1970年出生 父母在秋田县经营意大利餐厅 三岁时父母便离异 自此与妹妹中山人 随着母亲生活 当时梅岁的母亲告诉她 你父亲车祸去世了 直到成年她才知道父亲仍然健在 中山曾委屈地说 我和妹妹都是爸爸的妻儿 她的童年一点都不快乐 离婚后的母亲 为了要挑起生活的重担 根本无暇顾及姐妹俩 有一回美岁与母亲顶嘴 失去耐心的母亲 竟拿起菜刀相向而来 吓得她们不得不逃离家门 也许是迫于现实的无奈 姐妹俩最终还是被母亲放生了 之后她们就辗转在亲戚家中寄宿 去无定所的痛苦 美岁从小就有了深刻的体验 中山美岁小学五年级时 有一次还差点被拐卖 那天独自放学回家的美岁 遇到了一位认识的大人 向她谎称是其他母亲来接她回去 美岁就信以为真 并跟着她上了车 索性在离东京三小时车程的地方 警方拦截了那辆车 这才将差点被拐卖的中山美岁救了出来 到如今当时的惊恐仍然挥之不去 那个缺爱并缺乏安全感的小孩 永远地住在了她的心里 有个说法真的没错 有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 有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对于美岁来说 这个过程是如此的漫长 一开始中山美岁能想到的解药 就是赚钱 所以遇到星探来搭讪 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就可以把她打动 拍戏可以出名赚钱 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听到赚钱两字 美岁的眼睛发亮了 看人脸色的日子 她一天都不愿意过了 就这样中山美岁踏入了演艺圈 那年的她才15岁 而另外一提的是 中山美岁的妹妹中山忍 之后也成为一名演员 参与李廉洁合作过金舞英雄 有机会我再介绍 1985年中山美岁正式出道 此时的她 像只还没有退去 志气的小野猫 年轻又有活力 单边的小虎牙 看上去俏皮可爱 在那个时期 甚至白在现在 这样的年轻女孩 犹如日本压缩机一样稀少 在出道不久后 中山美岁就尝到了爆红的滋味 这是她第一次感觉被爱 她爱上了这种 被大家关注的眼光 于是决定退学 立志成为大家心中的偶像 这个决定到底是好是坏 等看完这部影片 或许你心里自有答案 但以事业的角度来看 她的选择是对的 中山美岁心图之顺畅 大概出了山口百会 小友人可以像她 在演员和歌手两个身份中 都居于一线 大部分的明星刚出道时 总跑过龙套演过配角 但中山美岁自出道以来 就是永远的第一主演 不管男主角是谁 她的名字永远都放在第一位 包括跟《牧村拓哉》 主演的《沉睡森林》 她的排位也在《牧村拓哉》之前 这也是《牧村》成名后 唯一一次不是第一主演 还有人这样说 中山美岁就是男版的《牧村拓哉》 1985年 中山美岁主演了她第一部电影 《比波浦高效》 她饰演讨厌暴力的高热女生 全今日子 脸上的稚气还未褪去 头发乱蓬蓬的 亮亮的小麦色皮肤 极具特色的形象 让大家一开始就记住了她 隔年她出演了《水手服反叛同盟》 剧中她是一个反叛少女 也许是童年的经验 让她感同身受 演绎得极为逼真 很快的她就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TBS电视台 特意为她安排了一出电视剧 《偶像妈咪》 中山美岁直接以原名 中山美岁演出 这次她化身三个孩子的继母 共同演出的后腾九美子 在当时也是几具人气的偶像 此剧一播出就造成轰动 尽管与巨人队比赛撞起 仍然获得了平均22.2%的收视率 成为当年平均收视最高的电视剧 每岁人气直升 偶像的地位也更加确立 1988年 她主演电视剧《年轻太太法力无边》 饰演女主广赖游子 虽然只有18岁 却能将成熟的表情表演得相当传神 1989年的电影《是谁干的好事》 她与真田广之合作 饰演女主角桑田生子 是一位办公室白领 而担任配角的公泽礼慧 也是好美啊 1991年 她主演富士电视台电视剧《恋爱的季节》 饰演女主角大木梅带子 同年8月与之田玉二松下游树 合作电影《拥抱波浪》 饰演内向的女主角田中真李子 剧情由一个调频76.3的小电台展开 述说一段抱憾的爱情 此剧也让中山获得 第51届日本奥斯卡最佳话题演员 除了戏剧中山每岁的歌唱事业 也有着亮眼的成绩 拥有八张冠军单曲 两张百万单曲 其中一张是由志田哲郎作曲的 《世界上没有谁比我还爱你》 是她与摇滚乐团 《忘死合作》的单曲 也是1992年 《我爱爸爸的情人》的主题曲 销量达到198万的纪录 另外如《只是想哭》这首百万单曲 也是当时日本人结婚的固定曲目 她甚至亲自翻译了 玛丽亚凯莉的《Hero》 虽然不像原唱那样拥有高亢的嗓音 但藉由她的诠释 也演绎出一种日本女性温柔婉约的风味 可以说中山每岁的歌唱成绩 在80年代出道的女偶像中 仅次于松田圣子和钟森明菜 在历代女偶像中也拍在前十 1994年到1998年 这四年时间 中山每岁一口气拍了六部作品 其中就包括 轰动整个亚洲的经典纯爱电影《情书》 由严谨俊二指导 中山每岁一人分饰两脚 杜边脖子与藤井树 影片开头随着片片雪花的落下 脖子仰头感受在苍茫里的一阵孤冷 随着长镜头的转换 有氧的情声 把观众带入一片银白的世界里 随着故事的发展 她来到了一望无际的雪地之中 自问自答的一声声呼喊 虽然就是一句简单的问候 但随着在山谷里一遍遍的回声 观众的心里也好像有个悸动 一同在呼喊着 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告白 淋漓尽致的演绎者 剧中人物心中复杂的情愫 曾有媒体评选 电影中不可超越的15位女主角 情书中的中山美岁就在其中 而与她并列的是乱世佳人的费文利 罗马假期的澳大利赫本 从此藤井树 也成为中山美岁演员生涯中 一个重要的记号 情书随着在韩国 中国 台湾 等亚洲各国 都取得轰动性的成绩 也为中山美岁赢得第35回 日本蓝丝带赏最佳女主角 接着也拿遍日本大小电影奖项 那时她已成为日本最红的女演员 同年她扮演年轻单身妈妈的电视剧 For You 成为当年最有人气的剧集 凭借此剧拿下日剧界最高奖 日剧学院赏最佳女主角奖 之后她演了多部月酒剧 每部收视都超过20% 并连续在几部日剧 演唱主题曲 有着日剧女王 月酒女王的美名 1997年 她演出电影《东京日和》 饰演了一位艺术家 患有绝症的妻子 有着油画般质感的画面 让每一张剧照 都像是中山美岁的写真 其实导演《竹中之人》 一直很起目中山美岁 她的梦想就是 能替她量身定做一个角色 这也是这部剧的美岁 这么美的原因吧 通过悲剧人物 中山美岁获得第21届 日本电影学院奖 优秀女主角赏 1998年 她跟牧村拓栽合作 《沉睡的森林》 是一部经典的悬疑推理剧 中山美岁在剧中 饰演有着悲惨过去的 大亭史纳子 她心中隐藏了 多年前家人死去的真相 却因为意外失去了记忆 之后一封15年前寄给她的情书 使她与《易藤之际》相遇 自此逐渐将秘密解开 此剧在发布时 因为男女主角的超人气 现场有超过500位的媒体 从业者参加 感称《空前绝后》 中山美岁也凭借此剧 获得第19回日剧学院上 最佳女主角 而此时的中山美岁 已经来到了30岁 日本人看她有如未出嫁的女儿 便以无价之宝来称呼她 虽然得到了大众的喜爱 也不乏宠爱她的男人 但在感情的路上 却不怎么顺利 或许是小时缺少父爱 她喜欢的 是能让她有些景仰 引导她给她安全感的男人 但这些男人 却仰仗自己的魅力 不断地让她受伤 她曾说自己是恋爱体质 爱情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养分来源 不管多么疲倦 只要来到爱人身边 即使只有一瞬间也好 都能够让我感觉平静 然而事与愿违 第一个深深伤害中山美岁的男人 就是田园俊艳 她的歌曲 曾被郭富城翻唱成《对你爱不完》 当年的田园俊艳 有着日本Michael Jackson的称号 一个月能收到18万封的粉丝来信 在日本也是天皇等级来着的 而中山美岁 也是田园俊艳的粉丝之一 那时17岁的美岁在综艺节目 日本偶像夏威夷大旅行遇见了田园 朝夕相处下 美岁渐渐地爱上了这个大她9岁的男人 1989年 中山美岁与田园俊艳约会的照片被曝光 两位国民偶像的恋爱 瞬间把媒体炸裂了 于是恋情只能转至地下进行 虽然偷偷摸摸了两年 还是再度被媒体拍到 田园俊艳的公司 甚至还取消了她的演唱会 来惩罚这段恋爱 然而外界越是反对 两个人就越打得火热 最后索性住到了一起 然而这段让日本民众 羡煞不已的梦幻爱情 最后却演变成一出狗血剧 1991年 田园俊艳和其他女星传出了绯闻 女星不是别人 正是中山美岁最好的闺蜜 宫藤镜香 也就是现在牧村拓栽的妻子 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美岁 完全无法接受这个双重背叛 只能不断逼问田园俊艳 那天晚上他们有了激烈的争吵 美岁事后在书中写下 这个男人拿着菜刀朝他正面扔来 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会因此丧命 而时恐惧的回忆 再次向中山美岁袭来 中山美岁和田园俊艳分手后 和宫藤镜香也形同陌路 但有趣的是 虽然与宫藤交恶 却与牧村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 在拍摄《沉睡的森林》时 牧村就给美岁介绍了一个 比他小七岁的足球明星 中田英寿 然而运动员的精力过剩 从亚洲作家圈到饮食圈 小松陈美 大黑魔技 公泽李慧 甚至李嘉欣 都曾帮助他消耗多余的体力 认清真实面目后的中山美岁 随即斩断了这段恋情 而此时经纪公司 总是以惩罚的方式 来阻止美岁再一次的恋爱 如减少通告 工作机会等 但这样做 无疑是忽略美岁在生理 以及心理上的需求 对于不谈恋爱 心里就痒痒的美岁而言 反而使他的欲望更加强烈 这次 牧村拓哉又来当丘比特了 不知为何 牧村自己在婚姻上 是很忠于本分的人 但偏偏介绍的男人 都是渣男体质的 中山美岁 这次的新男友 叫野口强 是牧村拓哉的御用美法师 曾经当过模特 在江湖上的混迷市 夜生活帝王 有了中山美岁 这样的女友 她仍然留恋于 夜总会的纸醉经迷 常通宵打蛋 与酒店小姐寻欢作乐 而在美岁之前 她还曾疯狂追求松龙子 但也是为了证明自己 追到手后 便无缘无故 把人家甩了 虽然美岁的朋友 常劝她早日离开野口墙 她却好像着了魔 对朋友说 想等野口墙回头 然后嫁给她 有一次公司安排她拍一部 到俄罗斯取景的大制作电影 她不愿意和野口墙分开 推掉了演出机会 和她飞到夏威夷度假 但野口墙却每天只顾着打高尔夫 根本懒得理中山美岁 最终这段恋情也结束了 分手后的野口墙并不寂寞 一度搭上比她年轻19岁的 人气有向团体Speed的成员 上员多箱子 在代官山的高级俱乐部里 搂搂抱抱 而提到上员 就顺道收下她惨烈的遭遇 在嫁给嘻哈团体 Yutiquing成员Mag10两年后 竟然目睹丈夫自艺 之后媒体爆料 其因是因为上员外遇 和野口墙分手后的梅岁 一度心灰意冷 还跑去相亲 想赶快把自己嫁了 就在32岁时 一段与石仁成的缘分 领到了她 这次倒是很合她的口味 就是那种比自己年纪大 又有才华的男生 石仁成是获得日本文学最高荣誉 借穿奖的作家 还身兼音乐人 也是电影导演 年纪比中山大十岁 主要文学作品有 《海峡之光》 《旅人之墓》 《玻璃屋顶》 《冷静与热情之间》 Blue和白佛等 年轻的时候也是俊秀的美男子 交往了八个月 他们就闪电结婚 美穗随即搬到巴黎定居 退出演艺圈 并于04年产子 此后数年里 她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偶尔街拍一点广告 她似乎很享受这种 简单的日常生活 之后在石仁成的帮助下 推出了散文集 那段时间 媒体调查最希望付出的艺人 第一名常常都是中山美穗 希望她能够拯救 正处于低迷的日剧 但直到08年 她才为了支持 由丈夫作品改编的电影 再见终有一天而复出 美穗自己其实也有意愿了 当时接受日本杂志专访时 她说 我已习惯家庭主妇的身份 但老公一句就去拍吧 让我的人生重新激活 电影的画面 类似杜拉斯的情人 中山美穗的演绎 可谓风情万种 据说 一段男女在桌上的激情戏 让石恩臣难以接受 在编剧阶段就曾提出意见 但是美穗和片方都不愿妥协 两人还为此大吵了一架 而之后的柏拉图世和贤者之爱 不是姐弟恋 就是母子恋 戏中情欲的画面 就让人觉得 中山从玉女变成玉女 而事实上 从第一部日剧 中山美穗就没在避讳 脱衣服洗澡等镜头 16岁的时候就拍了 长时间深吻的吻戏 不像一些明星 一道吻戏就用戒味的 那时刚移居法国的中山美穗 曾满怀期待地留下了一段话 我在遥远的地方醒来时 发现即将迎来新的人生 可是新的人生 不见得就是往好的方面发展 2009年 她的婚姻开始出现了状况 中山美穗嫁给石恩臣时 看起来还蛮正常的 然而7年后 组成视觉性摇滚乐队的石恩臣 打扮开始趋向女性 刻意模糊自己的性别 她留长发 涂脂甲油 目标是当上有型的中性阿叔 虽然中山美穗无法适应这种设定 但面对改变 除了无奈也别无他法 为了孩子生活还得继续 每天六点起床 为全家做好早餐 再送儿子上学 有时间就去进修法语 学习刺绣等频繁的生活 但观念的差异 让两个人越发生疏 夫妻间人与人的连结 都出现了问题 对中山美穗这种恋爱体质的人而言 心理与生理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变化 于是我们的姐姐就出轨了 彼时与石恩臣的离婚手续并没有办妥 中山美穗就无法抑制内心的波澜 需要有人填补那个空缺 而这人就是音乐家社谷庆一郎 啊又是个搞艺术的 他们被拍到一起出入酒吧 还在街上牵手接吻 以及同居过夜 犹如日本人不原谅服冤爱一般 自然不会放过中山美穗 如果与外遇对象修成正果 那也不是为人生的另一个选择 但一次醉酒后 中山美穗却在街上 被社谷庆一郎拽着胳膊 猛踹肚子 周围日本人宠爱的女子 从菜刀相向到拳脚相逼 那个活在恐惧里的小女孩 始终无法逃开黑暗的阴影 就如她曾经所说的 我爱的人令我感到绝望 之后有记者提问 你今后会再婚吗 中山美穗还是不愿斩断所有后路 她回答 虽然还不清楚 但应该不会了吧 就像情书里的一句台词 总有一天 我们会成为别人的回忆 尽力让她美好吧 另外石仁臣的前妻 就是南果部 后来嫁给杜鞭签 石仁臣因为上一段婚姻 没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一直耿耿于怀 这一次和美穗为了抚养权 争持不下 持续了好几个月 中山美穗最终也因为出轨 监护权归给了丈夫 网友给中山美穗贴上了 抛肤器子的标签 形象严重受损 那时她在自己的推特上 连发数条内容 表达了生活太累 太可笑了之类的复杂心境 经过了这些经历 中山美穗的笑容 没有以前灿烂了 连可爱的虎牙也不见了 但整个人的状态 却也甜蓝平和起来 她之后又与在柏拉图事中 合作的吉田荣作 有了新恋情 中山美穗在爱情的道路上 一直跌倒 又拼命奔跑 经历这么多 中山美穗说 分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相恋同样不简单 一厢情愿的想法最终还是会失败 相互照顾 理解 分享 不忽视对方的感受 不轻易放弃 这才是爱吧 嘴上说好想你 好爱你之类的话 那不是爱 虽然美穗自己 似乎也没有做到她所说的 但或许这就是她在这几段感情里面 所有的领悟吧 在《闲者之爱》中 真有子说 我本来就性格阴沉 甚至可以说黑暗 只以对她说 那我愿意做低株追逐黑暗的向日葵 中山美穗似乎就是那追逐黑暗的向日葵 她能深入到别人的感情世界中 轻易与他们产生共鸣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31年来 她把这个才华放在戏剧的理解上 但当她把这种特质放在爱情时 却又是那个沉溺不可拔的角色 有如一部中山美穗很喜爱的电影 再见终有一天 女主角25年来 虽然都没有和男主角在一起 但却像是失了魔咒一般 仍然深爱着对方 中山美穗也是一样 始终无法从那沉睡的森林 将自己唤醒 中山美穗是一样